我叫小迪,今年22岁,四川成都人 我是一位自由职业者 四年前,由于对音乐剧的热爱 我去到了韩国学习音乐剧专业 这段经历给我的人生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生活中的我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的女孩 喜欢唱歌跳舞,喜欢一切时尚潮流的东西 朋友们说,我很国际份,也很中国味 我尤其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服饰、建筑感兴趣 由于才回国不久,我朋友不多 正在努力拓展自己的朋友圈 以此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风起花开》一拍即合 这个国风交友节目,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期待能在这里找到和我一拍即合的朋友 共同探寻这个世界的美好 大家好,这里是四川卫视国风音乐互动交友节目 《风起花开》一拍即合 我是为你寻觅之音人的宋陈 今天的这位女生小迪呢 是一个非常可爱也非常潮的女孩 那这样一位时尚的女孩与国风碰撞出来 会产生怎么样的火花呢 我们先一起来期待一下她们的隔空对唱 天涯的尽头是风沙 红尘的故事叫牵挂 这女生的声音听起来,我惹了希望是个有趣的人 女生的声音很低沉,我觉得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我只求与你共华发 我只求与你共华发 红尘客带绳与你共华发 红尘客带绳斯党 周余落苏命桥 人无宁水淋风萨 我却只为你这样 过荒村列桥,巡视外孤岛 远离人间吹响 流水飘至自尖手逍遥 眼下藏你却阴止暗 与你洗地对着阴场 这个男生的声音 词起来有点正气磅礴 希望是个帅哥的 逼避不为风雅 灯下谈红眼睛晚霞 我说缘分一如残诚不说话 你没听话在乱就着天下 爱恨如鞋一扇水花 天出桥 恩怨鸟睡觉 我只求尽照 用你入怀抱 红尘客战风四岛 终于落树明桥 任务灵水灵风啸 我却只为你遮阳 过黄尘夜桥 寻世外孤岛 愿你人间春晓 流去飘之之之手逍遥 小迪 通过隔空对唱呢 我相信你已经听到了两位男生的声音 你猜想一下他们大概是什么样的人呢 首先第一位给我的感觉挺温柔的 有一种书身的气息 然后第二位呢给我一种磅礴大气 有一种阳刚的感觉 这个形容词呢让我有一点想象不出来 你究竟想先选择跟谁见面了 那现在你需要做出你的选择 但是是盲选 你看我手里这两个锦囊 分别对应的呢 就是这两位男生为你选择的一个见面地点 你想先选哪个 我想先选蓝色的吧 因为蓝色是我心育色 好那你打开来看一下 中药配五 这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它是个中医 这个我就不能过多的透露了 你就拿着这个线索去找它吧 好的 走吧